好 再來要跟兒子前前來去中華藝術高中 這是再來為他執法陰落武德和美術的完全中學 這十年來這個學生不斷在在後來又在比賽 拿下優秀的勝者 路了搭著中華藝術高中 先為後來的藝術重點 這次學生不斷在後來的藝術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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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學生都沒命力來 甚至有每天對自己通車來讀書 因為想說撐過這三年就 就…就可以這三年辛苦 然後就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 這個學校有什麼吸引來的地方 就是…之前來過這學校 就是跟媽媽來 然後覺得這也很漂亮 然後想來這邊學習一下 除了外觀七學生以外 也有學生放棄民視高中 選到繼續留在藝術高中特色 張女然後或是台中二中清水高中的音樂班 那是妳放棄哪裡 我沒有考聯合…就是聯招 我就是選擇張藝的讀招 所以我就繼續在這邊就讀 中華藝術高中學長說 好好將會繼續進行音樂 美術和目的藝術課程 努力搭著中華藝術高中 變成再來的藝術中堂 那麼將來在課程上面呢 我們會用融合課程 來進行這樣的一個規劃 讓這些孩子 除了能夠展現出台上的那一份才能 那麼也會有台下觀賞的那一份氣質 中華藝術高中公點 為了繼續演習特色 一百空五行李都 也是災連班 都在教宵 教宵音樂、無德、美術 還有一般的各種新鮮 大專新聞電視頻 南中華、彩虹伯德